過重那27以上就是肥胖 過重也沒什麼好聽 肥胖也沒什麼 過重就表示你要多注意了 這個時候有點警訊出來 要注意了 所以最好在24之下 18.5上面 對 18.5到24 這當中的話 就是屬於標準體重的方法 是 可是我覺得 減回很困難 其實我也減回過很多次 也曾經一個禮拜瘦過6公斤 那回來的時候 變成回了8公斤 所以等於也沒有用 所以到底 我常常減回是什麼 叫做什麼 屢戰屢敗 這個都沒有成功過 可是應該還是有人減回成功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說 為什麼常常會有 減回失敗的一個原因 譬如說我覺得 第一個原因 我會覺得是譬如說 我只要注意飲食 我吃得少 不要運動 是不是就可以減肥了 其實這個東西要特別注意 如果我們只是吃得少 我們一定可以減得下來 可是你減的東西裡頭 有些時候是減到肌肉 就比方說 那一個廖老師 你有可能之前減得很快 但是是減到一部分的肌肉 那你的新陳代謝整個就掉下來了 當你恢復 減肌肉就會新陳代謝就會掉下來 對 肌肉跟我們新陳代謝是很有相關 所以當你再度吃跟以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會胖得更快 為什麼 因為你新陳代謝比以前更低了 這就是我們時常說的溜溜球的效應 溜溜球的效應 所以如果只吃 只注重飲食的減少 不注重運動的話 很容易會發生溜溜球效應 可是減肥的時候 已經頭昏 就是吃得很少就已經很頭暈了 所以你還要去運動 我覺得很困難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在減肥的畫面 也我們等一下會再講到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減肥只有飲食是不行的是不是 對 我那時候很高興 一個禮拜瘦了六公斤好開心喔 然後整個衣服都可以穿了 你有沒有遇到瓶頸啊 什麼瓶頸 我就是稍微剪個一兩個禮拜 我就覺得OK了 就不剪了 就要慶祝了 老師這邊就要慶祝 然後就開始吃更多 吃更多 是沒有慶祝了 但是不知不覺他又胖回來 而且胖得很快 會比以前更胖 所以 醫師跟營養師的建議就是說 除了飲食之外一定要運動 對 所以要配合 不應該減到頭暈了喔 飲食方面的話 就是你該吃的東西還是要吃 不要讓自己餓肚子 因為你這一餐餓肚子 你下一餐可能會吃更多 而且你下一餐吃的東西 它吸收的更快 是 對 那在這個時候的話 整個這樣子 飲食習慣的調整下來的話 其實效果並不大 因為你只有減少熱量攝取嘛 可是你又沒有增加 它的整個熱量的消耗 那對於整個減重來講的話 是不好的 那就像剛剛醫師講的 你會減到你不該減的地方 像女孩子有些就會說 我的胸部變小 或者是說 我的肉變得鬆鬆垮垮的 那就像醫師講的 是肌肉組織的耗損 對 所以肌肉組織耗損之後 反而會更加 更增加那個 新人代謝的那個降低力就對了 對 新人代謝一降低就 根本就比較不容易瘦 燃燒脂肪的效果 以及燃燒熱量的效果 都整個降下 是 我相信這個減肥的經驗 很多人都有啦 我們趕快請我們 全國的這些鄉親一起專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這個你的經驗喔 我們電話鈴 26339989 關鍵卡到魚吧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別人說我吃這種油 有效我在泰國 吃什麼油 我來吃看看 這樣好不好啊 這個東西 因為人家吃的真的有效耶 譬如從60公斤 減到56公斤 有效呢 要不要跟著吃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 不只是發生在減狀 很多人在那個 血壓的控制啦 血糖的控制 都邊吃什麼很有效果 就要跟著一起用 其實是因人而異 對 我們台灣人很喜歡 吃厚倒燒 尤其是油 我說我這吃得有效喔 我快給你補一下喔 所以減肥 那個減肥藥 譬如說 人家有一次跟我講說 什麼什麼泰國什麼藥 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買得非常有效 他就說 欸 你先不要買 你先試吃我的 結果那時候很呆 就試吃一下 欸 發覺 不舒服 對 那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 藥不能亂吃是不是 因為其實 可是它是有效耶 其實用藥的部分喔 我會覺得說現在人可能因為工作壓力比較大 然後一些生活的步驟都是比較快的 所以大家會習慣性的用藥 因為用藥我們第一個時間感覺是很快速的 就是欸 我可以不用運動 我可以不用吃得少 但是我一樣會瘦 可是長期下來變成就是說 我們會依賴這個藥物 那可能我這一次吃的這個劑量OK 但是下一次變成我可能要吃到它兩倍的劑量 那之後可能久了之後我就覺得說 欸 我吃這個藥效果也不是那麼好 那其實用藥的話 內容的話要因人而異 就像剛剛醫師說的 有的人他適合這個藥物的一些輔助 但是有的人就不適合 像有的人他吃了可能會心悸啊 然後會冒汗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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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頭暈啊 會頭痛啊等等 這些不舒服的狀況其實是很明顯的 請你剛剛說的泰國藥喔 我之前跟一個女演員合作過 她結婚了啦 現在也常常 最近也常常上報吃啦 然後她就是吃了一個泰國的藥 然後減肥之後 她就常常恍神就會 就沒辦法就是會精神錯亂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是醫會怎麼樣呢 有些時候 其實現在合法藥就只有那幾種而已啦 你還有坊間還有一些其他說 這個不是 這是什麼特別有效的 這大部分都是有問題的 因為很多人是用所謂的安非他命 有些人是用那個 比較強效的那個角狀腺素 有些人是用那個 比較強的一個麻黃素 這些東西長久下來 也不要說長久啊 一段時間之後 甚至有些人會因此而上癮 就比方說她如果是用安非他命來減肥 以前在比較久一點年代 很多人用安非他命減肥 效果好不好 非常好 但是後遺症也相當的多 有些人就像那個精神這樣 所以她是會有長久的一個持續的後遺症 對 短期見下的 所以觀眾朋友要非常注意 就是說我們還是減肥的話 不要亂人家抽什麼藥就要吃 下一段我們會請專家跟我們提示說 很多減肥失敗的原因 因為減肥如果破除這個迷思呢 就能夠減肥成功 成功 大家不要錯過 而且呢我們會有 大家call in 進來就可以抽中 我們的向運文化提供的 孩子們的育家課 只有三個名額喔 請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要公開減肥大失敗的一個原因 剛剛講的兩點嘛 只注意飲食然後又不運動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別人吃的藥很有用 你也要來試試看 你也要去試試看 對 但是還有其他原因 醫生講的後遺症很重要 就是說不要隨便吃 吃的可能會傷害 我們的腦部 所以其實藥物一定要記得 試藥三分堵 藥跟堵其實是很接近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試 適當的使用 不要隨便那樣 是是是 那減肥還有很多原因 對 來看 譬如說稍微放鬆一下 大吃一下沒關係 有時候真的會撿得很辛苦說 哎呀 稍微放鬆一下沒關係 破功了 今天既然已經偷吃了 破功了 所以明天再開始撿 這個也常常有了 然後就是說 多運動 多運動就可以瘦了嗎 我要請醫生跟營養師 來 就這三點稍微講一下 其實在多運動就可以瘦 這也是很多人的一個迷失 他總是說飲食控制太難 反正我每天都在運動 做兩個小時運動 對 其實在美國 他們有很多的一個研究 他們就認為說 如果你是控制飲食 這一組單純控制飲食 跟單純運動這一組 其實在三個月下來 控制飲食這一組 大概可以進步到 有六公斤到七公斤 但是控制運動這一組 大部分一公斤都不一定會到 這並不是說運動不重要 而是運動必須要 比較更長的時間 但是台灣人大概很少說 可以運動持續六個月 看不到進步 他還願意再持續下去的 所以運動消耗的那個卡路里 可能沒有吃的東西 那麼多是不是 要很多運動 所以可是剛剛講 又說你只注重飲食 不運動也不行 可是為什麼三個月 還可以收那麼多 那就是說 營養師跟醫生調出來的 那個飲食是不是 不是 他減的過程 當然有些時候是減到肌肉 有時候是減到肥肉 所以他一樣是可以減下來 我們現在是看到減的速度 至於他減的健不健康 當然是如果可以兩個合併 他還有第三個 就是兩個合併的話 大概可以到達8公斤到9公斤 也就是說 兩個一起來是效果最好的 所以兩個要併重就對了 另外就是什麼 稍微放鬆一下沒關係 今天就大吃一頓 這樣可不可以 譬如說 我已經減了五天了 一個禮拜了 實在是這樣 覺得很痛苦 我想這是現在大部分人 都很容易遇到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我現在強迫我自己 大概三 五天 然後我已經這麼辛苦了 那我要放鬆自己一下 對 慰勞自己一下 那我今天去慶祝一下 吃個大餐 可是你有想過嗎 有可能你今天吃的這個大餐 已經把你前面那五天 所減下來的熱量 就再補回來了 那在那當餐的時候 你攝取的熱量是更高的 那有可能你胖的效果 是比你本來減的那個還嚴重 可是沒辦法 譬如說我今天有應酬啊 那應酬譬如說要怎麼辦 應酬要怎麼吃 譬如說中餐跟西餐是不是不一樣 對對對 其實像在應酬的時候 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去注意 就是說 我們可能要跟同事出去應酬之前 我們可以先帶一些像是 水果的東西在身邊 我們可以先吃個水果 或者是到了現場餐廳以後 那邊有一些生菜沙拉 我們可以這些低熱量 比較有飽足感的東西 先做一些攝取 讓自己先墊一下胃 那之後再上個主餐的時候 我們再一起吃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可能不要吃到那麼飽 那到後面大家再攝取一些 比較精緻澱粉類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的量盡量減少 因為這樣子的話其實 長期下來的話 可能一兩個月你還是會感覺到 我們的一些體重也好 還有我們飲食的習慣也好 都是有做一些調整跟變化的 營養師是不是說有人講說什麼 譬如肉類是不是 就是不要跟什麼精緻還是油 還是那個精緻的那個蛋 那個什麼澱粉一起吃 因為像 這樣會加速的那個 對 精緻澱粉類的東西 它是飽足感很夠 可能它在第一個時間 我吃了這個東西 覺得我很有飽足感 那但是你在應酬的當中 你不可能只吃這個東西